我自愿不想一笑话 我第一次见到会长 我在火车站去接他 我第一次其实看到他 我觉得很特别 大概也是因为 我送听之前有介绍 会长有一些情况 然后我一看 我觉得虽然他已经有了铺垫 但我第一次见到他 我还是觉得超出我的想象 那就是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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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生命最低谷的时候 会长来到了我的身旁 会长曾说 鸟笼子里的鸟不叫 千万不要用石子去丢它 我说 我没有叫 您为何丢我呀 那时的我傻傻的 连叫没叫都弄不清楚 但这并不影响我 跟随会长爬上查到的旅程 好像别无选择 想都不用多想 那就是我了 他不知道有没有买版权 我这首歌已经很久很久没听过了 以前好像是原生的 这首歌好像找不到第二个更感动的 我现在老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办法 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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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 上台吧 我撕裂 我撕裂 故乡的小河 那就是我 我撕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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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河边之之唱歌的水 我 我妈妈 如果有一朵浪花向你微笑 那就是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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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撕裂 故乡的炊烟 还有小路上干几滴 牛车 哦妈妈 如果有一枝竹笛向你吹响 那就是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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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撕裂 故乡的余火 还有沙滩上美丽的海螺 哦妈妈 如果有一枝端笛向你吹响 那就是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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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撕裂 就这样 转眼间 十五年过去了 没有感觉到长和短 也没有快和慢 甚至都没有记忆 只有一路的风雨浮沉 那就是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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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爱的会长 云生此时 想深深的叩拜 道一声感恩 遇见您 是此生 最最美好的 祝福 祝福